什么装备会将玩家欺骗呢? 好了大家好我是小凡鞋 在痴心里武器装备设定各不相同 因此很多时候不注意 就很容易被这些武器的模型设定给欺骗了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会欺骗玩家的三个装备 你上过当吗? 第三名 消音AKM 消音器是很多玩家喜欢的枪口配件 虽然它无法像补偿器那样增加稳定性 但是消音的效果在中后期战斗用处很大 可是AKM却不适合搭配它使用 毕竟AKM本身枪声和后座力都很大 装消音会打乱玩家的压枪节奏 传而影响手感 很多玩家尝试过后都齿乎上当了 第二名 温九四 温九四在地面上的模型比较小 而它的模型又和98k非常像 以至于不少玩家都有把温九四看错成98k的精力 新高采烈的跑过去 结果发现是温九四 让人非常无语 第三名 激光瞄准器 它的作用是装备后能射出激光 让玩家更好的瞄准 提高近战命中率 可是这个激光却让很多玩家纠结 装备它不就等于暴露自己的位置吗 实际上官方考虑过这个问题 对手看不到这个激光存在 只是因为它是个比较冷门的配件 很多玩家对它不熟悉 所以才容易被欺骗 小伙伴们 你被上面这些装备欺骗过吗 欢迎关注收藏转发哦 我们下期见